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历史简报节目 今天 我们将带您深入探索两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故事 首先 我们将前往马达加斯加 见证一艘沉没于17世纪的法国贸易船东方之洋的重生 工匠拉法 拉拉西和他的团队正在用精湛的技艺 打造这艘船的微缩模型 让这段沉寂的历史重新浮现 他们不仅在制作过程中追求历史的真实性 还希望通过这些模型向全世界展示海洋历史的魅力 接着 我们将探访位于波兰的希特勒郎学 这个二战期间的指挥中心 见证了无数的黑暗历史 导游将带领我们回顾克劳斯 申克 逢斯道芬堡的未遂暗杀 以及这个地方在纳粹政权中的重要性 站在这片沉重的土地上 我们将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反思 并思考那段令人痛心的过去 不止于此 我们还将揭开澳大利亚隐藏的二战战机的神秘面纱 这些古老的飞行器在地区机场中静静待着 等待着被热爱航空的心灵重燃生命 这些飞机不仅是历史的象征 还是对战斗精神的致敬 让我们对过去有更多的思考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模型制作者让失落的船只重获新生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安塔纳纳利弗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工作坊内 拉法 拉拉西 雷法瑞拉维 正专注地用小木杀机打磨着一块木材 这不是普通的木材 而是一艘17世纪法国贸易船 东方之洋 Soleil Duriant的微缩模型的船体 这艘船在1681年 因为航行失败而沉没 船上载满了从先罗国王 现今的泰国 派往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使节和珍贵财宝 每当拉拉西手中的杀机化过木材表面 仿佛这艘失落的船只的灵魂在他手中重生 拉拉西是一位拥有30年工匠经验的模型制作者 眼镜后的眼睛闪闪发光 他深知重现这艘重达1000吨的船只 并非易事 50岁的他在村庄模型船制作公司LE Village工作 他的使命是 尽可能忠实于从海事博物馆或其他来源 获得的原始建造计划 在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会检查 以确保我们创造的模型 与几世纪前设计的船只完全相同 村庄自1993年以来 一直在制作历史上最著名的船只模型 这些模型被发送到世界各地的收藏家手中 其中不乏名人 例如摩纳哥的阿尔伯特王子 在他的宫殿中展示了几艘模型 西班牙王室也拥有村庄的作品 教宗方济各 甚至收到了马达加斯加总统 安德里拉乔埃利纳赠送的模型 这些王室顾客寻找的模型船 必须与他们祖先所熟知的相似 共同创办人格雷哥里 波斯特 Gregory Pastel 说 强调公司对历史细节的重视 这些高端模型的价格高达1万美元 而对于那些同样热爱 但经济条件有限的收藏家来说 约150美元的模型 也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村庄提供数十艘可供订购的船只 从著名的到不幸的都有 最近在意大利威尼斯的一次展览中 展示了包括英国船只 HMS Bounty的模型 这艘船因其船员的叛变而闻名 当然 最著名的船只之一 泰坦尼克号的模型 也在供应之列 这些模型制作者 在马达加斯加首都 安塔纳纳利弗的九个工作坊中工作 像拉拉西一样 很多人已经在这里工作超过20年 为这家不寻常的公司 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马达加斯加是世界第四大岛 但几乎没有造传传统 因此村庄的故事充满了奋斗 这家公司由法国人赫尔维 斯克里夫 Hairway Scribe创立 他带着热情来到马达加斯加 经过20年的经营后 将其出售给一个家庭 但在COVID-19疫情期间 这家公司遭遇了困境 马达加斯加本已面临高贫困率 经济更是陷入深度衰退 去年 波斯特和他的妻子 以及另一对法国夫妇 收购了这家公司 旨在将其从财务困境中解救出来 并希望能扩展业务 波斯特表示 他们希望在岛上开设一所木工学校 传播这项工艺 并为他人创造机会 他们还希望能建立自己的海市博物馆 拉拉西在年轻时 是一名房屋化工 后来发现了自己灵巧的双手 可以用于其他用途 他正在打磨 将成为东方之洋模型外壳的粗糙木材 接下来的几周 团队将进行精细的工作 有些模型的制作时间 超过1000小时 但在近350年后 这艘新东方之洋的微型帆 将再次升起 让这艘船的悲剧故事得以重现 每一个模型都会经过不同的工作坊 并由不同的专家处理 在村庄 夫妻档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工作 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团队 在另一个房间里 四位女性正在为一艘即将完成的模型忙碌着 她们急切地为这艘已经付款的模型制作 和安装小绳索 帆布和其他细节 这是一场比赛 亚历山德里亚 曼丁比赫里玛米索 Alexandria Mandembe Hiramemiso 说她正在准备小旗子 以添加到船上 我们必须在一周内将船送到买家手中 她的丈夫托握着赫里 安德里安娜里沃 Toveri Andrianaevo 也在村庄工作 手指甲因多年的工作而变黑 这是职业的常见风险 她谈到 当看到他们的模型 走遍世界各地时的自豪感 安德里安娜里沃 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 讲述了18世纪的护卫舰赫敏号 Hermione重建的过程 这艘船承载着法国将军拉法叶 Lafiat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她于2014年重新建造 并再次下水 受到热烈欢迎 在讲话的博物馆策展人身后 有我们的模型 安德里安娜里沃说 那天我感受到的情感 是无法形容的 希特勒的狼穴 二战指挥中心 与未遂暗杀的故事 当我站在狼穴的入口时 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寒意 彭腐能感受到 那段历史的沉重 这里是纳粹领袖阿道夫 希特勒在波兰的战争指挥中心 从1940年到1944年 他在这里指挥纳粹军队 进行二战和大屠杀 导致约600万名欧洲犹太人丧生 整个二战 使历史上最致命的军事冲突 造成约7000万到8500万人丧生 站在这个地方 我不禁想起的80年前 我的父亲曾在这里守卫 他告诉我 当我长大到可以理解的年纪时 他是一名德国大陆步兵团的军士 他的工作是迅速迎接进出狼穴的纳粹名流 并严格控制那些不知名的访客 直到那一天 我才开始对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产生好奇 想知道他对那段时光的看法 以及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 像他那一代人一样 他很少谈论纳粹独裁政权 多年后 当我在电视上观看 关于斯道分保暗杀未遂的纪录片时 他随口提到 我当时也经历过这一切 你无法想象我们守卫的情况 克劳斯、申克、冯斯道分保是1944年7月 企图刺杀希特勒的关键人物 他在会议室里放置了炸药 企图将这位独裁者从德国的历史中抹去 但阴谋失败了 所有参与者都被监禁、讨打 并在公开审判后被处决 我的父亲对这段德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只说了这两句简单的话 狼穴这个名字 无疑让人联想到德国武装部队的军事指挥中心 这个隐藏在波兰东北部凯特任密林中的巨大碉堡群 曾经被遗弃和遗忘 然而如今却成为了纪念的场所 想想奥斯维辛和布衡瓦尔德等集中营 或是纽伦堡纳粹党集会场 这些地方都在提醒我们战争的受害者和失害者 狼穴既象征着受害者 也象征着失害者 导游阿格涅史卡·兹杜尼亚克告诉我 在这里我们对这段历史进行了适当的重新评估 他带我参观了会议室 这里是斯道分保 精心地重建 希特勒的真人大小雕像 矗立在一张沉重的项目桌前 斯道分保在离开会议室时 将装有炸药的公文包放在了桌子上 可悲的是 虽然炸弹爆炸了 但大桌子大部分保护了希特勒 他仅受了轻伤 而参加会议的四名军官却丧生了 斯道分保和他的三名同谋 在暗杀未遂后几小时内被捕 并在柏林被处决 狼穴几乎成为第三帝国的第二个首都 与柏林并驾齐驱 1941年6月 德军入侵苏联后 希特勒在马祖里设立了指挥中心 这里有50个碉堡 70个士兵宿舍 两个机场 一个火车站 和各种防空炮阵地组成 希特勒在这里度过了900多天 指挥对苏联的灭绝战役 和对华沙起义的残酷镇压 1945年 当苏军进入东普鲁市时 希特勒下令将这个复合体一位平地 至今 这片广阔的混凝土荒地 见证了纳粹独裁政权的狂妄 与对人性的蔑视 狼穴的混凝土墙壁和天花板 厚达九米 旨在保护纳粹运动的领导人 如赫尔曼 戈林 以及外国国宾 如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 莫索里尼 和罗马尼亚领导人 伊昂安东内斯库 兹杜尼亚克 和他的同事伊沃娜 克日斯科夫斯卡的故事 让我对碉堡中的生活 有了更深的了解 分享的趣闻 不仅是当代历史的一部分 也是我家族历史的一部分 希特勒因失眠 而不得不让他的亲信们 听他无休止地读白 直到黎明 无论他说了什么 都被一小队宿记员记录下来 因为希特勒相信 这些话必须为后世所留存 然而 大多数笔记都被烧毁 只有1%的资料幸存下来 并存放在德国联邦档案馆 兹杜尼亚克说 希特勒不喜欢住在碉堡里 尽管他可以住在 80平方米的木质房间里 窗户和门的模拟化也很精美 他自己形容生活条件未简朴 并自豪地说他像士兵一样生活 却忽略了士兵们是在未生存而战 而不是被这样巨大的混凝土碉堡所保护 当我在这片土地上漫步时 我意识到负责保护希特勒的士兵们 根本没有机会在空袭中生存下来 希特勒特别喜爱他的牧羊犬布隆迪 经常在碉堡前的草地上训练驼 并带驼散步数小时 阿格涅史卡说 他曾经说过 对他来说 这位负责数百万人死亡的独裁者的本质 如今 狼血每年吸引34万名游客 其中许多来自德国 大多数游客出于对历史的真正兴趣和好奇而来 然而 随着欧洲极有情绪的上升 人们担心其中一些人 可能是新加入或曾经的纳粹分子 虽然具体数字仍不明朗 这片土地曾经是黑暗历史的见证 如今成为了反思与纪念的场所 隐藏在澳大利亚地区机场的历史二战战机 想象一下 当一架二战时期的战斗机在你头顶呼啸而过 速度快的让人难以置信 这种感觉是多么震撼 在维多利亚州的莫宁顿半岛 Tiob小型机场 就停放着一架古老的科蒂斯P40 Kitty Hawk战机 这架飞机搭载着一台Packard V12引擎 动力是现代法拉利的两倍 最高时速可达550公里 速度是普通小型飞机的两倍多 在Tiob还有另一位更为强大的居民 P51 Mustang战斗机 这款飞机被誉为赢得欧洲空战的名将 在距离Tiob约600公里的Tamora小镇 则有一对或许是所有战机中最著名的Supermarine Spitfire 而在维多利亚州的Wangareta小镇 则有德国臭名昭著的屠夫鸟 Fuckerwolf FW190的身影 在澳大利亚的地区机场 隐藏着许多战机 有些像Tamora的Spitfires 为当地人和游客所熟知 而有些则像位于Bellaret北部的Crissey的Tiger Moss 则保持着低调 根据航空历史 学家兼爱好者Dian Mokowski的说法 对于历史爱好者来说 这些复古飞行器无疑是一个宝藏 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 Mokowski表示 澳大利亚东海岸有许多战机活动中心 这里的飞机正在被热爱飞行的人们修复和驾驶 他提到Wangareta有一个专门修复Kittyhawks和Warhawks的设施 这里的飞机有机会在空中翱翔 对于这些二战飞行器的迷恋 Mokowski认为在80年后依然未减 他说 这是一种历史的感觉 靠近这些飞机 看到他们 听到他们的声音 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触摸他们 这会让你回到那个时代 对于驾驶这些战机的人来说 这种联系更是深厚 Judy Pay拥有并驾驶着一架前皇家澳大利亚空军的Mastam 技术上是CA-18RFP-51 和一架美国陆军航空队的P-40Warhawk 这两架飞机都停放在Type 他的私人中队 还包括一架越战时期的T-28 Trojan 一架Tiger Moth双翼飞机 T-6哈佛飞机 两架吸血鬼喷气式战斗机 几架直升机 以及一架稀有的Fissler Storage等 Pay女士从小就经常在Type附近观察历史飞机 当她的孩子上学后 她决定去上飞行课程 克服了晕机的困扰 Pay女士如今已经飞行了46年 并经营着一家历史飞机修复公司 她承认博物馆对历史飞机的修复和维护 做了很好的工作 但她表示 除非你亲眼看到这些飞机在空中飞行 否则很难真正欣赏它们的能力 Tai App机场曾经是一个地区机场 但随着墨尔本的扩张 现在已被城市所包围 而位于维多利亚州西部的Cressy机场 则是两条跑道和几个机库 周围环绕着油菜花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 来看看这奇妙的工艺品吧 17世纪的法国贸易船 东方之洋的模型重现 不仅是重现历史 还是重现豪华 这可是法国东印度公司 最杰出的船只之一呢 这也是马达加斯加 村庄模型船制作公司的不懈努力 历史的萎缩模型 让我们更容易走进过去的世界 收藏这样的艺术品 不仅是收藏历史 还是收藏匠心和艺术 楚天书 你这是在推销也 好吧 让我来泼点冷水 花2500美元买一艘模型船 还不包括运费 这不是历史重现 这是钱包的重现好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这可是天价 再说了 这些模型有多大用呢 放在家里落灰吗 而且 马达加斯加现在需要的不是模型船 而是现实的经济改善 这些船能让当地人民的日子过得更好吗 哎呀 谢琪琪 你这也太现实了吧 这些模型不仅是工艺品 还是文化的传承 就像摩纳哥的阿尔伯特王子和教宗方济各 他们都对这些模型爱不释手 这不仅提升了马达加斯加的国际形象 也为当地工匠提供了工作机会和技能培训 你知道吗 这些模型制作者可都是身怀绝技 手艺精湛 把这些传作得栩栩如生 我们应该支持这种文化艺术 这可是他们的骄傲 哦 楚天书 你这话说的好像打开了一个世界文化博览会 不过 我还是要提醒你 这些模型用于收藏的意义恐怕是有限的 说到提高国际形象 这是一回事 但马达加斯加的经济困境 特别是疫情带来的重创 这些模型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更现实一点 这个国家需要的是实际的经济支持和发展机会 而不是用昂贵的模型船来装点门面 这些钱更应该用在基础设施和教育上吧 谢琪琪 你这话真是太无趣了 这些模型反映的是一种文化的价值 是历史的遗产 就像希特勒的狼穴 尽管那段历史充满了悲剧 但今天仍然被改造成了纪念场所 让人们了解历史 反思过去 村庄模型船制作公司的工作同样是有价值的 它们让人们在家中就能接触到这些历史遗物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再说了 你总不能让所有人都过着枯燥乏味的生活吧 艺术和文化同样重要 楚天书 你真是个浪漫主义者 不过 现实世界可没有这么浪漫 这些模型确实有它们的价值 但在一个经济困难的国家 花这么多钱在模型上真的合适吗 毕竟 这些模型无法改变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正如你提到的希特勒的狼学 那是对历史的警示 而不是奢侈品的展示 也许 我们应该更关注如何真正的帮助当地经济 而不是沉迷于昂贵的工艺品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给你的亲朋好友 谢谢 you 给你的亲朋好友 我的亲朋好友 我观看 我观看 好 新闻